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唐瓜就是一种麦芽糖 我国许多地方都在制作这种麦芽糖 各地也有不同的叫法 如山东 山西等地就叫唐瓜 我国东北地区则称之为关东糖 大块糖 造王糖等 各地的制作记忆并不相同 制作原料也有差别 在山东省文灯市高村镇麦田村 有位制作糖瓜的老艺人 名叫袁索宝 他做出的糖瓜又香又酥 口味独特 很受当地人欢迎 2013年12月 我们的记者来到了这个村子 见到了袁索宝老师傅 袁师傅给我们介绍说 他这门手艺自清朝传承至今 已有几百年的历史 在2009年10月 糖瓜制作记忆被山东省政府 列入第二批省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而袁师傅的糖瓜制作方法正是这种记忆的代表 袁师傅说 他做糖瓜已经三十多年了 使用的工具不用太复杂 要做好糖瓜全凭他的一双手 接下来 我们就领略了袁师傅 制作糖瓜的精彩过程 全国各地制作糖瓜的主要原料大同小异 袁师傅使用的主要原料是大米和小麦 接着 袁师傅给我们仔细说了说 如何挑选大米和小麦 一般 挑选的大米要具备生长期比较长 外表经营剔透 蒸熟以后又黏又香等特点 袁师傅说 他一般选择产自东北地区的大米 小麦的选择也有严格的要求 要保证小麦子力饱满 大小匀称 卖力干燥 袁师傅说 他一般选择当地产的小麦 当年成熟的最好 大米和小麦准备好之后 先要进行筛选 将大米和小麦中的杂质 煤烂破碎的子力都挑出来 接下来就可以对原料进行加工了 这座糖瓜前 小麦首先需要经过浸泡 使其生涯 将挑选好的小麦倒入预先准备好的袋子 砸好口 浸到清水中 浸泡时间大约两个小时 浸泡完成后 将小麦捞出控水 水差不多控干净后 把小麦拿到屋内 等待小麦生芽 大概需要七八天时间 当长出的麦芽在两厘米以上 麦芽长短均匀的时候 就基本达到要求了 为了使麦芽在发酵阶段 能够产生更多的麦芽糖 提高它的利用率 需要先对麦芽进行加工处理 原师傅使用传统的碾压工具 碾子 将麦芽充分碾压 大约十几遍后就可以了 挑选好的大米需要进行淘洗 连续淘洗几遍后 将大米捞出 然后进行蒸煮 为了保证糖瓜的品质 一定要将大米完全蒸透 因此在蒸煮过程中 需要不断地搅拌大米 大米蒸熟后 把碾过的麦芽倒入锅内 与大米混合 一般来说 大米和麦芽的比例是三比一 搅拌均匀就可以了 下面就可以准备糖化了 糖化是蒸熟的大米 和碾过的麦芽混合发酵 产生糖稀的过程 搅拌均匀的大米和麦芽 需要转移到另一口大锅里 盖上锅盖 保证锅内温度在 30到40摄氏度之间 开始发酵 大约四个小时后 发酵过程就完成了 掀开锅盖 可以看到 锅的边缘已经有了一层 微黄色的物质 这就是大米和麦芽 发酵产生的麦芽糖 俗称糖稀 袁师傅说 现在这锅里的大米和麦芽 其实已经是一个个空壳了 全部的营养成分 已经转化到糖稀里了 这时 倒进锅里 倒进锅里 打开锅底阀门 把糖稀舀入桶里 用筛网过滤掉大米 麦芽等杂质 完成第一次过滤后 再继续倒入上次留下的糖稀 分别进行第二次 第三次过滤 同样 第三次过滤出的糖稀 留到下次制作室使用 前两次过滤的糖稀 就可以用来炒糖了 炒糖就是炒出糖稀中的水分 它是糖瓜制作过程中 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说起来 炒糖是个技术活 也是个体力活 它需要多人配合完成 下面我们就来看看 师傅们是如何分工合作的 炒糖过程中 一位师傅要不停地搅拌糖稀 防止焦糊 搅拌的速度 力度 全凭一双手的判断 在炒糖的前半小时内 需要不停地搅拌 糖稀粘稠度越来越大 搅拌的速度会越来越快 用力也越来越大 这是个极大的体力考验 另外 搅拌的师傅 还要根据糖稀粘稠度的变化 随时要求掌管炉火的师傅 及时调整火候的大小 大约半小时后 糖稀里的大部分水分 已经被炒出来了 占据一点糖稀 当看到糖稀低落的速度非常慢时 就说明糖稀已经变得非常粘稠了 但是为了达到下一个环节 拉糖的要求 还需要继续搅拌 原师傅说 为了节省人力 现在已经改用机械工具进行搅拌了 机械搅拌大概持续一小时 在搅拌的同时 还需要持续加热 糖稀粘稠度会随着水分的减少 变得越来越高 当糖稀中90%以上的水分被炒出来时 就能得到浓度较大的糖稀 原师傅称这时的糖稀为黄糖 完成炒糖 完成炒糖后 原师傅将黄糖舀入预先准备好的大锅里 为了保证黄糖的温度 原师傅使用棉被保温 用棉被把大锅包裹好 黄糖的温度得到了很好的保证 接下来就是糖瓜制作中最关键的一步 拉糖 5月12点 原师傅掀起棉被 掀开锅盖 双手顺锅盐 转一圈 将黄糖与锅分离 再将黄糖一块块揪出来 揪出来的黄糖被缠在一个木头桩子上 用力一拉 拉成长条状 如此反复 最少十次 当黄糖的颜色慢慢变白 柔度韧度差不多的时候 就达到了原师傅的要求 原师傅把此时的黄糖叫做糖条 只见原师傅迅速走到室外 手拿糖条 掐成两段 一人一段 成型的糖条被送入屋内 外面的师傅手拿糖条 外面的师傅手拿糖条的一端 屋内两位师傅手拿另一端 用挂在脖子上的麻绳 麻利的卷在糖条上 迅速一拉 一个个糖瓜就这样做成了 了解了甜滋滋的糖瓜的制作方法 接下来再为大家奉上一道甜品 同样是吃到嘴里甜滋滋的 那就是片薄乳脂的蜂蜜麻糖 据说它的历史已经有四百多年了 流传至今人们依然保留着传统的制作方法 认识张国荣的人都喊他老张 从农历的十月开始 老张就变得忙碌起来 因为他手里做的蜂蜜麻糖和冰糖葫芦 糖瓜 糖元宝一样 需要等到每年天气转凉以后 才能制作 蜂蜜麻糖是以面粉为原料 经过和面 擀片 油炸 焦糖浆后做成的 蜂蜜麻糖制作的原料 选择的是北方特产的小麦粉 这我过一下螺呢 都是在那个面粉上除了那个面粉呢 它细度达不到 就过一下这个土工的螺 细度可以增加好一倍 面粉颗粒的粗细 决定着蜂蜜麻糖的口感 就像老张说的 用螺筛过的面粉 才能制作出酥软细腻的蜂蜜麻糖 老张往面盆里倒的是冷水 如果用热水和面 和出的面团粘度大 没有韧性 而且面团冷却后发硬发脆 选择用冷水和面 油出的面团结实 韧性强 利于面团的造型 和面的过程中 老张反复加水 大量水的加入 会使面团变得更加柔软 老张每天都要和上几大盆面 和面既是技术活 还是力气活 几十年的经验 使得老张干起活来 轻松自如 其实这里充满了学问与智慧 老张说 把面和到不粘手 不粘盆 非常柔软又富有韧性时 制作蜂蜜麻糖的面 就和好了 这个过程需要二三十分钟 岁数大了 一盆面活下来 几乎用尽了老张全身的力气 但是老张说不怕 只要能让大家 吃到口感纯正的蜂蜜麻糖 泪也值得 活好的面团 被老张切成一个个面剂子 这些面剂子被埋到了面粉里 这些面粉是老张提前蒸熟的 生面粉上锅 上下两层体部 可以尽量减少水蒸汽打湿面粉 10到15分钟以后 出锅 蒸熟后 面粉的筋性降低了很多 熟面粉晾凉后 干碎备用 你像那个面剂子 为啥 买那面里 都为了 一个是醒 一个是它 不干嘛 不干嘛 这个体制都有 把面剂子 埋到面粉里 是一个 形面的过程 埋在面粉里 形面 为的是让面团 尽量少地与空气接触 形面时 面团会变得越来越软 为了避免 面团与面团发生粘连 也为了避免 这些面粉附着在面团上 老张试用熟面 一个小时以后 当熟面粉里的面团 变得柔软有韧性 能够筋得起撑拉时 老张把它们拿出来 先将饧好的面团 擀成长0.5米的面片 叫做走锤 每擀一遍 都要均匀地撒上薄面 擀片用的薄面 也是蒸熟的干面粉 当我们问起原因时 老张说 为的是熟面的 熟面当做面 越干越好 它用它 你擀一下 它的绳 你糊涂上 越擀越好 它擀不上这么保重 利用高温加工后的熟面粉 比较松散 不易粘连的特点 使用熟面粉做薄面 能最大程度地 避免擀片时 面粉与面片粘在一起 面片被越擀越厚的 情况发生 除了使用熟面粉当薄面 老张说擀的时候 还要注意力度 擀片时的力度要均匀 擀的过程中 还要多次地打开卷起 这样面片各处 才能受力一致 保厚均匀 当面片的厚度 不足一毫米时 就要停下手中的动作 继续下一个工序 是什么呢 将面片卷在擀面杖上 提起 迅速转动放开 为了不让擀好的面片风干 擀片的动作 老张一气呵成 老张凭借着手中 这根擀面杖 书写着自己 朴实的人生 面片被刀划开 破成小块 相互叠加 老张用手 感觉油的温度 当感觉油温 微微有些烤手时 面片被抖落到油锅里 为了避免 面片之间互相粘连 老张不停地翻动着它们 蜂蜜麻糖的名字中 就体现出它的配料 有蜂蜜 有糖 而这个麻字 指的是芝麻油 老张口里所说的芝麻油 就是我们平时吃的香油 也只有用香油 炸出的面片 做成蜂蜜麻糖的味道 才最正宗 当一个个面片 呈现出金黄的色泽时 捞出控油 老张开始熬糖浆 把水倒入锅中 用大火烧热 加入白砂糖后 改为小火 糖水开锅时 加入怡糖 怡糖是由盗 麦 高粱等粮食 发酵糖化后 形成的 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 阻止糖浆结晶 使蜂蜜麻糖的口感 变得绵软 也就是老张所说的 不扎嘴 小火慢熬 才能让白砂糖和乙糖 这两种同样代表 甜蜜的调味品 融为一体 边熬 边熬 边搅动 当整个锅里的糖浆 泛起泡沫 再次开锅时 加入蜂蜜 做蜂蜜麻糖用的是 槐花蜜 槐花蜜是春季蜜种 质地浓稠 不易结晶 具有清淡 幽香的槐花香味 滋味甘甜 把蜂蜜加入锅中 意味着熬糖浆的结束 熬好的糖浆稍微晾一会儿 之后开始浇浆 甘甜浓稠的糖浆 被老张破到面片上 糖浆缓缓地流淌到 面片表面 这一个步骤 叫做浇糖浆 老张说 最初制作蜂蜜麻糖 不是把糖浆 泼在面片上 而是将炸好的面片 直接放入熬好的糖浆中 过多糖浆的包裹 降低了蜂蜜麻糖 酥脆的口感 所以老张制作蜂蜜麻糖 都是采用浇浆 第一遍糖浆浆完 休息了五分钟 老张开始了第二遍浇浆 分开浇浆 能让糖浆更均匀地 包裹住炸好的面片 这样避免出现 上层面片糖浆 大量凝固 下层面片糖浆 稀少的情况 两次浇浆之后 清香酥软的蜂蜜麻糖 最终形成 制作蜂蜜麻糖的手艺 不但凝结着几百年来 蜂蜜麻糖代代传承的智慧 更是中国传统手工艺的 直接展现 蜂蜜麻糖形似团花 薄如纸张 口感清香酥软 人们用远观如牡丹出战 禁闻似丹贵飘香来夸赞它 这一香 就香了四百年 糖瓜也好 蜂蜜麻糖也好 带给我们的甜蜜滋味 不仅仅是对食欲的满足 更是对生活情绪的调味 保留和继承这些传统甜品的制作方法 才能让更多人品尝到其中滋味 好了 本期能广天地就是以上这些内容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想查询栏目的更多内容或信息 可以登陆中国网络电视台 下期节目我们再会